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财经会演节目 我是李源 今天的财经新闻 我们将会说到以下的内容 俄乌战争的局势现在更加复杂了 七国集团紧急开会对俄国发出了严正警告 而白俄罗斯总统则宣称已经和俄军联军 我们请专家来分析现在俄乌战争新的局势 伊朗政权现在危险了 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行业开始罢工抗议了 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明天才正式实施 但效果已经显示出来了 在中国公司工作的科技海龟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 马斯克收购推特的进程加快了 有可能会在本月底完成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今天的详细内容吧 七大工业国集团与美国紧急开会讨论乌克兰情势后发布声明 严正警告如果俄国敢动用核武器将遭遇严重的后果 目前俄乌战争态势已经升温 白俄罗斯总统声称军队已经与俄军联军 世界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10月11日举行线上会议 他们说我们强烈谴责俄国升高局势的行动 包括局部动员后备部队以及发动不负责任的核子口水战 这已经使得全球和平与稳定面临危险 我们要重申俄罗斯任何使用化学生物或核子武器的行径 将遭到严重的后果 七国集团领袖在联合声明中说 我们将继续提供财政、人道、军事、外交和法律援助 并将坚定与乌克兰站在一起 不论需要多久时间 并承诺将提供乌克兰所需援助 维护其主权与领土完整 这项声明谴责俄罗斯近日对乌克兰的导弹攻击 并指出这种对平民百姓的攻击已经构成战争罪行 声明说我们将对普京总统和其他应负责任的人追究责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会上呼吁西方盟国 协助乌克兰强化防空系统 之前普京曾多次威胁动用战术核武 他真会这么做吗 前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 于宗基将军对希望之声分析说 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 军事专家李正修分析 目前俄军没有全面溃败 10日普京在俄国安全委员会议上指控 克里米亚大桥是乌克兰炸的 随后乌克兰至少有14个城市遭遇了俄国飞弹的袭击 大规模轰炸让乌克兰供电受到了影响 暂停向欧洲其他国家输出电力 这让战争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摩尔多瓦外交部长波皮斯库谴责俄军船舰 从黑海发射三枚导弹飞越该国的领空 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则声称 乌克兰准备向白俄罗斯发动战争 以下令军队前往乌克兰北部与俄罗斯组成联军 李正修认为可能卢卡申科应普京的要求 出于个人的政治决定 俄罗斯现在面临节节败退的困局 所以他挺身而出 他向希望之声分析 可是他还是要考量自己国内的支持神量是如何 第二出兵换得俄罗斯什么样的回报 终究还是要立以为考量 更何况以现在俄乌战争的走向牵扯进去 可能是个无底洞 第二一旦跟你站在一起 马上迎面而来的就是来自于美国 欧洲等国的制裁跟报复 白俄罗斯有否能力去承受 这不是那么容易啊 毕竟他的经济的能量 没有办法支撑 俞宗基将军则认为 乌克兰所有的兵力都投入对付俄军 没有多余兵力进犯白俄罗斯 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一种栽账 卢卡申科他是非常老模深算的 他跟普京之间事实上也是利益的结合 他也知道普京现在扬言用核报复 他向希望之声分析 普京入侵乌克兰以后 卢卡申科多次承诺军援 但最后都没有兑现 这一次应该也不会例外 伊朗民众对22岁女子阿米尼之死的抗议活动 已经蔓延到石油业和天然气行业的工人 这对伊朗政权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因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时 石油工人的罢工推动了伊朗国王政权覆灭的进程 伊朗当局11日在西部库尔德地区加强了镇压 伊朗南部一家石化工厂的工人周一举行罢工 这标记着已经进入第四周的反政府抗议活动 正在扩大到经济中的关键领域 周一从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到 伊朗波斯湾的大型海上天然气田 阿萨鲁耶爆发了示威活动 工人们封锁了道路并高呼口号 不要害怕 我们站在一起 独裁者去死 而位于伊朗阿巴丹和康安的炼油厂 也出现了类似的抗议 这些抗议活动首次威胁到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 之前为支持权力运动而关门的主要是零售店和小企业 纽约的伊朗人权中心10日的新闻稿 引述石油工人团体的声明说 宣告现在是时候加入各地的抗议 我们应该做好准备 发起全国性的艰苦罢工活动 估计有上千名工人参加了此次运动 尽管伊朗政府并没有证实当地炼油厂有发生罢工 但亲政府的塔斯尼姆通讯社称 这次罢工是属于劳资纠纷 由于伊朗是全球重要的天然气供应国 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萨德加坡在推特上指出 1979年伊斯兰革命时 石油工人罢工曾经扮演过一个重要的角色 此前学者贾法里也曾经指出 当时石油工人借罢工瘫痪了伊朗的经济命脉 宛如掐住了国家的咽喉 推进了伊朗国王政权覆灭的进程 上个月伊朗库尔德地区一名女子因没有戴好头巾 被警察拘留后死亡 随后抗议活动在伊朗爆发 当局为了防止示威活动的消息传播 中断了互联网 但是抗议活动的视频还是在网上不断的公开 周一公布的一些视频显示 大学生和高中生参加了示威并高喊口号 一些妇女和女童未带头巾在大街上示威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依称 阿米尼死后的广泛抗议活动不是普通伊朗人的行为 并指责是美国和以色列策划了示威活动 而人权组织大社国际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都批评伊朗当局针对示威者们使用暴力 大社国际批评伊朗安全部队 无差别的使用枪支和发射催泪瓦斯 包括向民众的居家射击 并敦促国际社会向伊朗施压 要求它停止镇压行动 并指责德黑兰当局继续中断互联网和手机服务 以掩盖其犯罪行为 美国政府上周宣布了对中国半导体出口的 最严格的管制措施 其中包括用于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的芯片出口 新禁令将于12日生效 而新禁令还没有实施 但是效果已经显现出来了 一家中国国有芯片的人力主管说 这比阻止我们购买设备更加令人震惊 我们公司确实有美国公民在一些最重要的岗位上 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 让这些人继续为我们公司工作 但这很困难 大多数人不愿意放弃他们的美国护照 而一群留在美国的科技主管们陷入了挣扎 日经新闻周二报道 数百名华裔美国人一直是中国本土半导体相关公司的一些关键人物 这些高管就是所谓的海归 其中许多人吹捧自己在英特尔等美国顶级公司工作的经历 金融时报说 一位台湾情报官员估计 有多达200名美国公民在中国芯片公司工作 而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华裔美国人已经创办了多家中国顶级芯片设备和材料公司 日经新闻报道指出 一些著名的人士 包括中国领先的设备制造商中微半导体的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长尹志尧 尹志尧是美国公民 在美国工作了20年 中微半导体的许多高管 也是有在美国长期工作经验的美国公民 该公司的股价周一收盘下跌了近20% 其他的例子包括中国最先进的晶圆清洗机制造商 盛美半导体的首席执行长兼总裁王辉 他也是美国公民 在上海上市的晶片机制造商拓晶科技 至少有4名高管也拥有美国公民身份 美国最新的出口管制措施 首次明确阻止海军们帮助中国开发用于超级电脑 人工智慧和其他关键技术应用的新进半导体 新禁令将于周三生效 美国人对于开发高阶晶片相关的所有活动都必须停止 直到他们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为止 报道称 这些华裔美国人要在一夜之间放弃美国公民的身份并不容易 新规定让他们措手不及 因为许多人在美国有家庭也有资产 据彭博社周一估计 美国对中共获得先进技术的最新限制 可能使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明年的增长出现腰斩 彭博社周一报道 考恩公司并购套利策略师格力克他调查发现 马斯克收购推特的交易有60%可能在10月28号 法院规定的期限内完成 格力克表示 根据我上周进行的非正式调查 套利交易员们倾向于认为 如果诉诸法庭 推特将能以很高的价格售出 如果这笔交易没有完成 人们对推特股票平均交易价格的猜测 是45美元左右 上周特拉华州的法官表示 如果这笔交易不能在10月28日之前完成 将会在11月设定新的审判日期 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在今天的新闻中有提到 有网友评论说 伊朗的消息让中共吓得发抖 媒体一点都不敢报道 当时我们看到 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 伊朗的广泛抗议活动 不是普通伊朗人的行为 并指责美国和以色列策划了示威活动 这和中共经常说的 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反华势力的背后操纵 是多么的类似 独裁者们转移视线的手段都是一样的 但现在很多人也明白了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反华势力 而反共势力倒是有的 那么关于今天的新闻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财经方面的问题 也请留言告诉我们 在后续的节目中 我们可以请专家来解答 最后我们也希望您能捐款给希望之声媒体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李源 我们下次再见